美国财长叶伦结束四天的北京访问 在公开记者会中 他以类似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曾用过的说法传达世界够大 足以让中美两国共存表达善意 我们相信世界是大胆处 为我们的国家活动的大胆 两国有必须担心管理这个关系 找到一种方法生活 和共产生存在世界上 叶伦在记者会中也表示了 两国尽管有重大的分歧 但直接沟通有助于稳定中美关系 叶伦说访问目的是在建立及深化 与北京新经济团队的关系 降低误会的风险 不过北京方面的回应同样是再三强调 相向而行 不久前的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 布林肯国务卿的时候又一次强调 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的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迷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接见叶伦时曾经以他来到北京的当下 北京就出现了彩虹 希望中美关系会是雨过天青 但两国关系是否如叶伦抱持的正面乐观态度 双方的政策与行动将会说明一切 中美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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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